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,我过南海成为了是太演变的多巴的,很多域内域外的国家都心怀叵测的在南海生事,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,那就是如何管控南海海域,要想管理,首先就是要情报知习, 如果无法做到了对最新情报的及时侦测,管理也就无从谈起,那么,茫茫的南海,我们靠什么来检测呢? 目前来看,我国派出了海军先进的驱逐舰,护卫舰以及海景船舶等水面力量,对南海热地区域进行不间断的侦测,与此同时,随着岛礁建设的顺利进行,战机也加入到巡航南海的队伍, 这些手段就足够了吗?显然不够,任何装备对于区域的检测都是有限的,总会有一些安全的存在,尤其是对水下不明潜艇的监测,更是一大漏洞, 于是,有人提出,我们应该叫方美国,在南海海底监视海底监听网,这个想法虽然不错,但在海底铺设监听网有两大弊端, 第一,铺设海底监听设备的代价非常的高昂,且存在很大的风险, 第二,即便是美国铺设的海底监听网,其也是采用录音设备,要想获得情报,还需要和潜艇从海底取回相关资料,才能够进行情报分析, 这无疑是之后的,无法帮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南海海域的最新动态,可见,在海底铺设网络并不那么有效, 那么,还有其他技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吗?答案是可以,最近,一条地方发布的消息,引起了大家的重视,该消息为三亚海市好字, 2018.3号,即关于在临水线南湾半岛以南海域设置毛博实验平台的通告,该通告是我国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, 为临水线生产的FT3005毛博福台设置以故事来供,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使用,这条消息的发布,为我国南海全日天空,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, 毛博是电子信息,福台相比传统伏标更稳更安全,可以应对恶劣海况,铺设与维护成本都很低, 其平台上搭载先进的电子设备,可以对附近大面积海域进行24小时监测,并使用数据链将信息实时传回暗战, 毛博福台可以完成对空中目标探测监视,对低空小型目标探测非常精准, 毛博福台还可以对周边海域的电子探测进行改制,以此来发现周边部民舰艇的侦测,包括水上与水下目标, 另外,其对于救援、海洋探测,定位都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,值得注意的是, 铁城本远低于在海底估设监测网,而且还可以实时的传送信息,只需要按照网点布设,将合一全域监测, 可以说,毛博福台的出现,将加打的强化我活对于南海的控制力,利用张扬尊重内容, 从尊重作者开始,专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